女孩羞怯害怕地用梳子梳着头发, 要想成功地迷倒宴会厅上的德军军官, 就必须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 一边经验丰富的女人把女孩散落在肩上的头发扎了起来, 这样也确实让女孩看起来成熟了不少, 但女孩还是很快就扯掉了发灾, 而几声爆炸也很快就从宴会厅传来。 伴随着爆炸声, 一名男子也手持手枪从德军的宴会厅杀了出来。 今晚他和女孩要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 由他负责在宴会厅里制造爆炸引起骚乱, 而女孩子按照设想被德军给抓住, 这样他们才能弄清德军的一个秘密集中营的所在。 而要想破坏南方的铁路, 首要的就是把这些人从集中营营救出来, 否则德军就会把破坏铁路的目击, 全部都发泄到这些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 这恐怕也是这名代号议员的南斯拉夫游击队特派员的无奈之举。 显然这些德军并没有察觉到游击队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 很快德军的另外一场宴会活动开始了。 然而就在这些德军军官刚拿起酒杯, 不远处突然传来了爆炸声, 紧跟着就是一阵密集的枪声。 等德军反应了过来之后, 南斯拉夫游击队已经攻破了这个集中营。 游击队也随即就对这个南方铁路沿线展开了全面的攻击, 而这样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跟以往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同。 这也让这名德军军官很快就想到了那名被派往这里的南斯拉夫游击队的特派员。 看来这个人也确实是他们的劲敌。 他也很快就来到了被游击队攻击的铁路上。 从这些人使用的工具来看, 这里的铁路工人不可能脱离了干系。 他们也很快就把枪口对准了这些铁路工人。 只有杀足够多的人才能让南斯拉夫游击队有所忌惮。 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铁路的运输。 至于死多少南斯拉夫人, 那不是他要关心的事。 为了再次给游击队以震慑。 他很快就让这里的市长拟定好了处决的名单。 先杀一百个人, 让这些游击队见识一下他的厉害之处。 德军要大开杀戒的这个消息, 也很快就传到了代号为议员的南斯拉夫游击队特派员这里。 他很清楚只有营救出来这些人才能让人们敢于跟德军作战。 议员很快就出现在了市长的办公室里。 市长也不得不交出了拟定好的处决名单。 很快这些抢夺不劈场的一百多名游击队员就被释放了出来。 这名代号为议员的特派员一来到这里就接连给他们使下马威。 这也确实让德军苦恼不已。 而他们想到的对策就是派人前去刺杀这名特派员。 南斯拉夫游击队的驻地里。 一名戴着帽子的男人正在小心地观察着四周。 他很快就把在排队打饭的男孩拽出了队伍。 要想完成对特派员的刺杀, 他就只能先把儿子送出游击队的驻地。 他只能对儿子谎称德军抓走了孩子的母亲急需孩子去营救。 他甚至还把自己的通行证给到了自己的儿子。 然而这些人的到来又哪里能轻易地瞒过这名特派员。 在这些人还未来到游击队驻地的时候, 他手上就已经有了这两名刺杀者的名单。 议员很快就从这个人怀里掏出了用来刺杀他的手枪。 看到这里, 男孩也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来这里的目的。 在男孩的惊诧中, 议员把男孩的步枪要了过来。 告诉给男孩你的父亲参军了。 他此刻就是你们小分队的议员。 说着还把手枪扔给了男孩, 把男孩的步枪则给了男孩的父亲。 就这样一场, 德军精心布置的刺杀行动被议员轻松化解。 在一连串的针对议员的刺杀行动宣告失败之后, 这名德军少校也不免地动了更大的杀刑。 那就是集合所有的力量全歼这伙南斯拉夫游击队。 为了完成这次大的围剿行动, 他还特意地从保加利亚守卫铁路的步兵师借掉来了大股的兵力。 为的就是用一张大网把这些南斯拉夫游击队全部装到网里。 看着前面的山路上密密麻麻的德军围剿部队。 特派员的脑子正在飞快地转着。 三面被围德军只在北边给他们留了一道口子。 但特派员很清楚, 这个北面恐怕才是他们真正的要命所在。 他一边向北方派出兼兵刺探, 也一边继续紧盯铁路沿线的德军围剿部队。 随着列车的停靠, 一大批的德军围剿部队也随即就钻出了车厢。 紧跟着这些人, 就排好了队形开始向山里进军。 德军看似铁桶一样的围捕行动此刻却让特派员看出了最大的漏洞。 德军把列车上的兵力几乎全部都派到了山里挤压他们的空间。 只要有人在山上暂时拖住敌人, 那他们就能过河抢夺这辆列车。 如果能夺下列车, 那列车就会把他们所有人都带出敌人的包围圈。 这一招也确实足够大胆。 就在这个时候, 德军的围剿行动开始了。 在德军全力地对付山头的游击队的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一支游击小队已经来到火车阵。 这个他们认为游击队最不可能从这里突破的地方。 此刻却突然涌现了许多游击队员。 这列列车上的守军本来就不是太多再加上都在权力对着山上射击。 在游击队的权力攻击下, 这列列车很快就被游击队占了。 随着列车的启动, 只留下了一大批的德军围剿部队在山林里闲逛。 而这列列车并没有停留。 站着车上的武器足够的强大, 每经过一处德军铁路哨所, 就对德军守卫一阵扫射。 德军守卫做梦也想不到, 他们自己的列车会突然对着他们扫射。 也几乎是全部在站着迎接列车的时候, 死在了游击队的枪下。 德军铁路沿线的哨所, 无疑幸免, 都被游击队给问候了个遍。 这些跳出包围圈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员的脸上并没有喜色。 每个人都清楚, 虽然他们逃了出来, 而列车也几乎是把他们都带到了敌人的心脏了。 这也就意味着更加艰苦的战斗正在等着他们。 在列车即将要到站的时候, 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全部下车。 之后列车继续冒着浓烟向着前方, 车站驶去。 在德军一脸惊诧中, 列车已经狠狠地向着这里撞来。 驾车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并没有停歇而是直奔城里而去。 德军的守卫大多都调集去围剿他们。 此刻也正是他们进攻城镇的最佳时机。 游击队虽然成功地毁掉了德军的一些工厂, 但这里毕竟是敌后。 在他们刚从工厂撤出路过一段铁路的时候, 埋伏在铁路上的德军开始了对游击队的扫射。 一些还未来得及逃脱的游击队员终究还是落在了德军的手上。 这场德军精心不挚的围剿行动虽然没能抓住游击队的主力, 但在这场后方的战斗中却还是收获了胜利。 看着被毁的一塌糊涂的车站哨卡, 德军指挥官再次把眼睛盯向了这些被俘的游击队员身上。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这些人很快就倒在了德军的枪下。 他们在这些被枪毙的人群中并没有发现议员, 也就意味着他们的这次围剿行动没有起到任何的实质意义。 虽然议员他们成功地躲过了德军的围剿, 但此刻他们也几乎是失去了战斗力。 议员和负伤的队员不得不躲在了一个修道院的阁楼上等待时机。 糟糕的还不止这些游击队几乎是分散到了各处。 从他们内部的卧底知道德军已经向他们的队伍派出了特务。 目的就是让这些躲在暗处的南斯拉夫游击队主动跳出来。 那样他们才能彻底剿灭这些打不死的南斯拉夫游击队。 委员叮嘱这个修女务必把德军派出特务的这个消息传递出去, 以免其他的游击队贸然出击。 然而他并不知道就在修女驾驶马车刚一离开修道院, 就被保加利亚的哨兵给拦住。 德军的搜捕行动已经近乎于疯狂。 为了抓住游击队几乎是掀变了这附近所有的村庄。 这支南斯拉夫游击队也到了最为危险的时刻。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真正的危机正是眼前的这个人。 这个人手上有一份上级要求他们进攻的计划。 而攻击目标竟然不是铁路而是一座德军的矿场。 虽然所有人都对这份命令感到差异。 但这份文件上的手令又是千真万确。 再加上这个人巧舌如簧地煽动这些游击队员。 游击队也终于定下来了进攻矿场的战斗方案。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人真正的身份恰恰就是德军的特务。 当游击队来到这座矿场才知道这是一个德军早就布置好的圈套。 但这一切都为时已晚。 被俘的游击队领导人自知他恐怕很难逃过德军的严刑逼攻。 也很快就撞墙了结了自己。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名游击队领导人这样的魄力。 他身边的这名小伙子就没有了他的这种誓死如归的精神。 也很快就被吓得投降了德军。 与此同时被抓的还有另外一名地下组织的领导。 他始终都想不明白德军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矿场。 而他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他们的队伍里面有内奸。 德军在射杀了所有人之后并没有射杀他。 而是把这个已经疑心所有人的地下组织领导又放回了他们的队伍。 目的就是让游击队内部相互猜忌。 那样他们才能有机会把这些藏在暗处的游击队一网打尽。 保加利亚的搜捕军也很快就查到了这座修道院。 他们从修道院里搜出了几名身负重伤的游击队员。 当他们向修女逼问南斯拉夫特派员议员的下落的时候, 修女选择了英勇就义。 游击队的到来也确实给这里的百姓带来了灾难。 但这就是战争。 这名被德军抓捕而又重新回到队伍里的地下组织领导, 也确实有了疑神疑鬼的心病。 他不再相信任何人也不再去做任何的敌后破坏行动。 甚至还在队伍内部拉起了帮派开展的斗争。 他不但惩罚了擅自去对铁路实施破坏行动的队员。 就连议员交给他的字条也让他直接丢到了火堆里。 这摆明就是想脱离南斯拉夫游击队的领导。 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领导有问题, 但都奈何不了这名领导。 而德军也并没有打算放过这支已经不再积极地去破坏铁路的游击队。 很快一名男孩就找到了这名女孩。 这个男孩并不是别人正是在上次矿场的战斗中被德军俘虏的那名男孩。 而他也早就投降了德军。 他知道他已经回不了头了。 就在他把手枪递给心爱的女孩让他结果自己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德军的大部队也已经来到了他们的身后。 最终男孩死在了德军的枪下。 这支已经丧失了战斗力的队伍, 此刻已经成为了丧家之权。 被德军追得四处乱逃哪里还顾得上破坏铁路。 这样的领导也早就引起了下属的不满。 在没有周密的计划下, 两个人竟然深入德军守卫森严的司令部进行刺杀活动。 而这也无疑是把他们都送到了德军的枪口之下。 两个人也很快就死在了德军枪下。 此刻的队伍已经成为了一盘散沙。 就在这个人还在搞着内部斗争的时候特派员来到了这里。 从内部的卧底那里他早就知道了这名领导人已经早失去了领导的资格。 不但害得很多人白白牺牲了性命。 这种疑神疑鬼的状态也差点就带垮了这支队伍。 这个人也很快就在特派员的面前了结了自己。 特派员再次把所有的游击队都召集了起来。 德军在这些南方铁路上不断地向前线运送物资。 这也是铁托同志下达给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炸掉铁路的原因所在。 而这名特派员的到来也正是为了铁路。 随着游击队的重新聚集, 他们也再次向德军发起了进攻。 等德军来到了他们的哨所视察的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哨所也早就被游击队给控制。 女队员也很快就把枪对准了这两个坏蛋。 而另外一边停靠在铁路上的列车上。 代号为议员的南斯拉夫游击队的特派员 也终于跟这名德军军官再次见面。 在所有人的注视中, 这列火车被炸了个粉碎。 之后这些南方的铁路上, 德军就再也没有了安宁的日子。